欢迎收看新台派上线 今往的节目没有极限 状况是这样 我知道很多新台派都会在问 每一天国民党立法委员上任了一个多月 每一天他们都在秀下线 有我们昨天讨论的 徐晓鑫在比这个首饰的 对不对 然后还有陈玉珍一把抱住 无事要往枪摔的 然后还有咨询讲一些有的没的问题 还有一些连数学都答不出来的状况 还有提了一大堆违宪的案子 可是很多新台派都在问 到底国民党这招有没有用 民进党是不是太被动了 会不会战场都被国民党拉着走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好好讨论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台湾民意基金会 今天做出一个最新的民调 这个最新的民调显示 经过一个多月的胡闹 还有国民党民调掉3.3 然后民众党民调掉3.3 而民进党的民调增加0.9 你说增加0.9在误差范围之内 没问题 这个民调里面有另外一个数据 在讲什么呢 陈建仁我们行政院长的施政满意度 对不对 如果国民党的质询有用 施政满意度应该很低 很低很低很低 对不对 结果施政满意度增加8% 不满意度少4.6%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题就要跟大家聊什么 聊说到底国民党这个不断的秀下线 最后是谁让谁的民调往下线走呢 这是今天的第一题 另外有一题是什么 我们昨天在这边独家公开了 俄福联盟的财务报表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俄福联盟的董事长林志佳特别说 不好意思那是旧资料 我们现在支出已经大于收入了 林志佳你要确定 你敢这样子讲 我们现在就敢公布更多的资料 111年度的俄福联盟的收支云表 上面有盖官印的对不对 我直接讲结论 收入跟支出 收入还是大于支出 一年大概结余多少钱呢 结余一亿多元 所以俄福联盟这么有钱的一个机构 可是却如此泯灭天良 我们台湾社会可以接受 让这样的机构 继续当我们的儿童代言人吧 节目也会讨论 另外这个立法院罗生们 就是上周五发生的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导致让八位委员都错过了咨询的机会呢 今天立法院的调查报告出来了 调查报告结论终于水落石出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谁 罗明才迟到 所以那些讲民进党是磁科模的 请你把话吞回去 第二个没有在调查报告里面的东西 说什么呢 韩国瑜中午吃水煎包 水煎包这种事也有脸拿来节目上讨论 有有有这真的很重要好不好 因为今天韩国瑜又去吃水煎包 我看到这个画面我真的很好奇 到底哪家水煎包这么好吃 好吃到韩国瑜可以不要执行 叫这个陈亭飞下午再执行 中午一定要吃水煎包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团队去找了这个水煎包 超级难买 水煎包在这边 水煎包在这边 28块一颗 所以晚一点我们就来品尝院长级的水煎包 给大家看看有多好吃 另外有趣的事情是 大家都知道最近 在这个白沙屯妈祖在绕境 对不对 绕境的过程中 很多政治人物都会去跟 可是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柯文哲2023年全程跟 哇还抬轿啊 有够全程 可今年柯文哲竟然草草只去一个地方 只选择在起价前参乡 柯文哲为什么那么现实 为什么柯文哲今年不参加白沙屯妈祖 难道他认为妈祖也没办法救他的声量吗 这些事情 我们都会在等一下的节目来讨论 先来介绍今天来宾 第一位来宾 我们立法委员庄瑞雄 瑞雄委员你好 正好 大家平安 再来是我们的资深理工男黄壮雄 川阳大哥你好 正好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桃源市议员余北辰 北辰将军你好 正好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范老师你好 正好 再来是国民党立委员是原资委员你好 正好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台北市议员赵一翔你好 正好 大家好 其实要讲一件事情 抗寒 因为这礼拜是寒流嘛 对不对 抗寒不是要透过外套 是要透过真相 所以待会儿我们拭目以待 对 我们等一下来完整还原 到底上周五发生什么事 可是进入讨论之前 我们要先给大家看一段画面 是什么呢 国民党委员不断地在立院秀下线的画面 民政党立委吴思耀 和国民党许巧新立院攻防 爆发肢体冲突 政府长三百报告 全国的家庭 选业的天安坚图 推挤之中 徐晓星还一度翻白眼 露出污奈笑容 加上伸出两根手指头 在太阳穴旁转呀转 被戒毒羞辱无私窑 隔天他再上火线 开杠炮火箭 可是我不知道 民进党为什么这么爱演戏 所以从头到尾都用演的 一直大叫说 晓星这样我会受伤 陈玉生委员问我说 现在到底什么状况 那我也不想讲出来 因为我怕我讲会更难听 所以我就比了一个这样的手势 我就觉得说隔壁疯了 就是一个疯子 不过徐晓星这番解释 恐怕是提油救火 因为前一天比出的手势 已经惹来声仗团体不满 如今更直指当时是在骂疯子 更让相关团体任无可忍 一定是一种伤害 疯子这两次的界定 就非常值得可疑了 电视画面或是相关画面 是会传出去的 但非常肯定很多家长 或者很多家里有这样子 需要被这种疑症的孩子 一定心里面很失智慧 短短一天 徐晓星梗涂在网路疯传 不过徐晓星在立院争议 可不止益庄 先前同样在议场杠上 吴思瑶 在国会殿堂做了鬼脸 甚至在北市议员时期 直播节目上 谈到性骚事件 还频频比中止爆出口 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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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种说法也 他真的很涨 然后我不知道是我 我真的不知道 骑士的手势 其不恰当 我认为我们全体的会员 大家应该要自我来约束 也要做好公民教育的大众示范 国民党进到立法院 好像集体搭上了失控列车 只要镜头一打开就失控 徐晓星问证风格呛辣 一场冲突 也总能看到他在第一线 推及手势样样来 让人印象深刻 不过究竟是加分还是扣分 只能交给人民来打分 川大哥 现在新台派都在问 问说到底国民党 在立法院的战斗篮 有没有用 可是你说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今天的民调出来了 国民党的每项数据都在跌 而民进党正在往上爬 从2月1号立法院开议以来 没错 你来看到所有的戏 都是国民党 都是民众党 都是他们的立法委员 我要赞 抢镜头 抢画面 抢声量 对 可是我当政治记者30年 我菜鸟的时候 总编辑认为 我有做评论主品的潜力在哪里呢 就是我当时写了一句话 政客通常自己笨 却以为人民是白痴 最后就会被人民给教训 所以我就走这样的主品路线 他们觉得我有这个潜力 为什么呢 你看到最新的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政党支持度 对不对 柯文哲最难过了 是 为什么 他们会讲说我有25%吗 对 告诉你 你现在只剩19% 低于两成对不对 对 加3%还是不到 25% 对 他就掉下来了 国民党天天在战斗对不对 又有声量又有什么样 结果国民党也掉了 这很危险 再掉国民党要吃老三便当了 所以他们中场会又有东西可以订了 对不对 不能再吃水煎包了 要吃便当 对 然后这里面民进党一直挨打 大家讲说确实很多人觉得 你民进党怎么这么弱 怎么节奏都被带得走 什么节奏都要 民进党的战斗力 民进党的战斗力在哪里 你们的这个回应太慢了 西凯斯的反应才管了 可是老百姓就告诉你说 他们对于国会 对于未来的一个期待 这里面最高兴的就有黄三三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掉了3.3 黄三三 国民党掉3.3 民进民众党也掉3.3 也掉3.3 所以结论就是3.3 黄国昌又要难过 黄国昌又要难过 民进党在一路挨打的时候 大家还是会 反而增加了0.9% 从30.5到 大家不闹事 基本的还是做到 可是这里面最核心 最关键是什么 大家突然发现 原来我们的看守内阁 理论上 平安度日就好了 数馒头数到529 就好了嘛 可是面对这样的挑衅 还是该怎么回应 就怎么回应 然后态度上是用专业 不卑不亢 不卑不亢来处理你 所以你会看到的是 一个看守内阁 其实坦白讲 现在就只是例行事物 但是老百姓觉得 这个看守内阁 看守得好 没有在数馒头 昏日子满意度增加8% 怎么可能 陈建仁不是被我 廖伟祥定在台上 不是被我牛许廷逼问到 答不出来 对啊 骂你是什么 那个圣骑士 都会挨骂的 对不对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冲上去 这个满意度冲上去 对不对 对 就代表了不卑不亢 对 虽然其实确实 其实你看增加不少 他原本是40.6 现在到48.6 是差8% 而且回去看整个状况里面 接近他们平常以前最高点 对 所以就好像不满意度 掉下来 是 所以掉了4.6 可是最重要的是 很多 我们台湾社会就很多人说 你们在闹了 政治没事了 对 你要看这条线 不表态的 都斗没条啊 为什么看不下去呢 坦白讲 政治就是表演事业 对 尤其是影像事业起来之后 1960年代 美国就说 政治是表演事业 对 可是演戏要演得好 对 演戏要演得有 生淡静默丑 对 你演生 你演淡 大家都给你加油 你演得好嘛 但是 这个呢 是默还是丑 你就演成这个样 那夜圆之算是 生淡静默丑哪一个 跑龙套的 因为你确确实实 你再可以这个状况 可是 你呢 任何的表演 你要有目的嘛 是 你要凸显什么价值嘛 你的主张是什么 你要凸显或你要凸显 那什么状况嘛 对 翻白眼 比这个动作 对 非常羞辱人的嘛 是 然后呢 你比这个动作就算了 马上这个善笑 哎呦 有没有直播拍到啊 对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就整个让 国民党呢 大家觉得 闹够了吧 是 不要像中俄少年一样 少年莽撞 乱冲乱打 对 所以呢 像陈玉珍呢 前几天你还称赞陈玉珍 没有什么出错 少出包 少出包 结果陈玉珍呢 大概是被这些年轻小妹妹 年轻小弟弟 有压力了 也出来演戏 可是结论还是一句话 老百姓心心中 自有一把尺 这把尺叫做 常事 对 国民党违背了常事 民众党了 那就更不用讲了 因为呢 柯文哲一直以为自己 一五七比人家聪明 对 这个数字就告诉你 老百姓比你聪明 对 非常谢谢创造歌的分析 我们常常讲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政治当然是这样 我在政治上 不算很久 但是也不少的时间了 十几年 我们都知道 政治是一场戏 可是生诞静默丑 每一个角色 都要有人扮演 你不能整个政党 都在扮小丑 所以我要问 庄瑞雄委员 这件事情是这样 因为柯建平总裁 说得很好 从来没有一刻 看到国民党的委员 程度这么差 而且是整整齐齐的差 柯总裁讲完后 很多民进国民党的人 都回击 骂柯文哲 柯建平总裁 说柯总裁 你老了啦 遗老卖老啦 我们年轻人 有年轻人的想法 可是今天民调出来了 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人民受不了了 其实立法院 这一届的立法委员的表现 到底是怎么样 以现在来看的话 刚开议啊 你都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你从整个民调来看的话 其实对国会的 国会议员的表现 大家是 很多民众是摇头的 摇头叹气 那新的国会议员 到了立法院去以后 第一个他想要的 都是扬名立万 新科立伟嘛 要好好的做表现嘛 所以有四年的时间 其实不用急着 说这第一个月里面 就把自己给定型了 好好的去把自己的专业 去做一个展现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从开议到现在 在立法院里面 你很难得去看到 什么叫做专业的一个监督了 国会议员的样子 到底是什么 你身为一个国会议 到底要表现给 民众的是什么嘛 民众他不是不会讲话 民众到最后跟你讲 民调就呈现出来 跟你说 你们讲的讲的是监督 要监督整个行政院 问题是你自己立法院的表现 是荒香走板 像昨天那种场合 我们男性 我们也觉得不晓得怎么办 你是说 瑞乔委员你要确定 昨天场合是这样 昨天要去做 卫福委员的专案报告 然后民进党提出权益问题 因为这个 未还里面的 王玉敏他现在就是招委 可是你要召开这个会议 你要当主席 碰到这样的一个案件的时候 你本身有没有遵守 利益回避的原则 国会议员不管是哪一党 一定会第一个提出来 国民党为什么要动员 他们自己也意识到 其他政党一定会挑战这个 只有更好 现在是民众长跟他比较好 没关系没看见 我就支持你 昨天的场合就是这样子 我昨天是没在那个现场 因为我是负责红楼 那思雅是负责整个群衔 那一栋大楼是属于他 红楼就属于我 一个干事长 一个书记长 我们两个分工 那昨天这个现场里面 其实我说实在话 这些画面其实对许早晶 许悦文 呈现出来他的选民 真的会喜欢这样子吗 什么年轻时代大家都喜欢 被洪开会傲雪 被洪开会气死 所以你注意去把他看 你看这个画面现在在网络上 不知道被传了多少次 所以你说这个是立法院吗 我们立法院的水准 真的是这样的吗 但是到最后用这种 比较稍微羞辱性的 可是徐晓星现在也不认错 他今天还开记者会讲 会有这样的动作 是因为吴思瑶明明不会受伤 却一再说谎 陈于真说 有人喜欢假先也没办法 如果吴思瑶这么弱 不要站在那里面 请民进党强一点的闻出来 还在骂你们 这种讲法 其实一般民众也听不下去 原来你们那个都不会受伤的 那个都是在演给我们看的 你们都是假先的 你们是看到镜头 每一个人就掉起来 我觉得这个对整个国会的形象 真的是不好 也许他们认为 这叫做年轻的一个国会 我是真的是不觉得 我从在野党的立委我也当过 国民党时代的第八届 我就在里面 在野党的市议员也当过 是我都当过 当执政党的立委 那执政党 我到创夏哥刚才提到的说 当家确实是不要闹事 你如果讲的没有道理的话 人家讲说你到底要干什么 哦 你要阿爸 你们执政了 然后你还要这么凶 不讲道理的 没有人敢这样子嘛 说到了 思瑶到了现场以后 他强调的就一个说 我提出程序问题 这个议题 你到底正好 你适不适合 当招委 主持这个会议 就这么简单 其他的议题 你就是招委啊 但这个案子里面 这个报告里面 你可不可以坐在那个地方 怪嘛 所以有道理的事情 倒就表决掉 表决掉我们输了 输了就你赢了 认了 思瑶说就认了 但这个过程里面 倒不用去讲到说什么 谁说谎 这个一定不会受伤 然后说你怎么那么弱 你说你明明就是没有那么强 你为什么讲话那么大声 他一个强一点的来 你讲话大声我就干你 看你们民进党没有 所以这个 没有 他是武打派的 我们这个 文斗的碰到武打的 稍微屈居 屈居 你们也有啊 嘉义的 你朋友要冲出来啊 他在内政啊 他在红楼啊 他昨天是在群衔这一栋啊 所以你从群衔用飞的飞到 从红楼要飞到群衔 也来不及了 所以说这件事情 我觉得状况是这样 当然国民党的新科委员 都很想要表现 可是其实民调已经告诉大家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可是状况是这样 昨天是问什么东西啊 昨天他们是为了 这个所谓的一岁同凯开的案子 对不对 凯开的案子来开这个 未还委员会的专案报告嘛 对不对 所以才打成一团 那凯开之所以会发生悲剧 其实最主要 我等一下问于将军 最主要就是俄福联盟 对不对 我们最近不断提报 俄福联盟说 有45亿的资产 对不对 手上的现金有27亿 对不对 俄福联盟的董事长 叫做林志佳 林志佳现在出来说 没有啦 没有啦 目前支出已经大于收入了 林志佳你敢这样讲 我们就敢继续打脸 你的脸 来看 收入是多少 现在最新的111年 俄福联盟的叫做 收支营运表 收入多少 6亿3 这是非常非常清楚 支出多少 5亿1 说好的收入跟支出 支出大于收入 结果盈于多少 1亿1 宇将军这对我来说 还不是最发指的 我昨天说他们现金 跟约档现金是 27亿对不对 对 我以为是约档现金 约档现金要短期票 3个月的 没有耶 我今天特别在调出来的 他的零用金5万块 活存啊 大家有没有看过活存 活存是6亿 6亿的活存 定存是几亿 20亿900万的定存 大家这辈子 有没有看过20亿的定存 我帮大家算了 照某银行定存 10亿元以上的标准 利率是1.36 算下去 20亿的定存 一年拿多少呢 拿2700万的定存的利息 于将军 这被太夸张了 儿福的董事长 也许说了不该说的话 为什么 这个钱不是儿福的 这个钱是所有散心人士 支持儿童福利等捐出来的 7成以上捐的 捐出来的 捐出来之后 所有儿福的高阶的主管跟干部 有一个事情绝对不能够想 这不是你的钱 这个钱是用来做福利的 这个钱不是用来做生意的 你知道吗 你把它定存 然后这么多利息支息出来 要干嘛 当然是支援第一线的社工 让社工能够获得足够 而且好的待遇 他才会去关怀社会 不是啊 你现在讲了说 没有啦 我们现在收入已经富了 我们支出比收入还大 那一早出来 111年的财报 这应该不是我的眼睛业障吧 对啊 没有错啊 你的收入是6亿3000多 对 你支出才5亿1000多 那请问这11亿4000 是业障吗 公然说谎 林志甲 这个正好你误会了 他是要把定存纳在支出之中 我这个定存啊 不能用 就跟管理基金一样 这是压箱底啊 不能用 所以你要把定存的27亿减掉 是是是 所以我是富的 你知道吗 误会了 这显示在胡扯 为什么胡扯呢 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做捐希望儿童好 我们希望儿福联盟很棒 其实儿福联盟解决了很多的事情 可是要强调董事长 强调执行长 你们是在做福利 不是在做生意 对 你做生意就不会有爱心 你做生意第一线的社工 就会觉得被亏待 然后心有余额力不足 所以后面的这些大人 这些执行长 董事们 拜托 看看前线有多辛苦 你知道这件事对我来说 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吗 我坦白讲 算是我见识少 因为一般公司 也不会把21放定存 压箱保不能动啊 他一定会去做各项的配置 资产投资嘛 或是再去做资本支出嘛 这正常的嘛 好 你俄福联盟拿 再看一次哦 本期的定存在这边 活期存款 活存是6亿8 定存是20亿8 就是20亿8千万的定存 你那么多的定存 你光利息就2000多万了 结果他聘一个社工 3万5 你可以接受吗 因为社工有爱心 社工是愿意付出的 所以给你太多钱 是让社工没有办法伸张他的爱心 这样像话吗 人家牺牲 人家奉献 第一线跟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人家付出爱心 那么你负责募款 负责主事的这些主管们 是不是应该给这些社工 更好的福利跟待遇 我们的前线作战要有子弹嘛 你去拼命 子弹省点用 为什么 子弹在定存 子弹定存 这样才可以知习保本 让后续想要进来加入社工能 有钱拿 有薪水可以领 这像话吗 这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 看着社工浪费社工的爱心 浪费社会捐款的爱心 这不是 糟糕 什么叫糟糕 社工在做的是工艺的事业 对 但是儿福联盟这些高层是在做企业 就在这边而已 是是 我跟你讲真的很夸张 我觉得充滥哥讲的好不愧是这个 下飙达人 下飙达人 社工我们以为你在做事业 可是其实你在搞企业 可是问题是我想问范老师 儿福联盟出了这么大的包 捅了这么大的楼子 理论上经营层要全部下台 对不对 就像下台的一个白立方执行长下台 对不对 扯的事情是什么 白立方你辞职就辞职 你在搞什么小手段 来给大家看 请把白立方执行长还给儿盟 现在网路上这是联合报独家 儿福联盟执行长白立方招撤换 与百名员工联署反对 批董事会提油救护 内容我就不念了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他就说白立方是个厉害 有爱心 真的贡献很大 贡献很大 所以拜托请大家位留白立方 可是问题是 大家忘了吗 白立方亲口承认 儿福联盟没有受伤SOP 可是更扯的事情是 现在有一则独家 幕后 儿盟为什么不敢动林志佳 凯开案火烧王玉民 白立方 未曝光的权贵蜘蛛网 范老师你说你研究过儿福联盟 研究完后你说白立方 只是这些蓝色权贵蜘蛛网的 断尾求生的一个小尾巴而已 我刚刚先停一下 我们刚刚算过 他利息一年是2720万 我算了一下 如果说平均一个月可以是226万 如果给员工一个月增加2万块的收入的话 可以给多少增加 133个 133个可以月薪加2万 加薪水2万 所以你看他员工目前是320人 几乎是一半的人可以月薪加2万 好那我们说不要说加薪水 我们说一个月6万块来聘一个社工 他们社工只有3万 所以你等一下算6万把它乘以2 6万块的话可以聘37个人 据了解儿福的社工真的每个人忙得交头浪 一个人手边有十几个案子 所以他们薪水又低 然后工作压力又大 结果你明明一年有2720万的利息 这是平白无故的 这个利息你就让这些社工提高福利 减少他们的流动率 增加他们的工作意愿 搞不好就不会发生凯凯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今天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 你怎么对你的社工这么摳 那么磕 然后竟然还传说他们高阶主管的薪水 竟说年薪达到500万左右 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我希望儿福把你们的高阶主管的薪资 跟大家公布一下 空口无凭 你把内障拿出来大家看一下 对 所以我今天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儿福变成是一个 就是主管阶层跟一般的社工 他们的收入差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奇怪的事情 然后刚刚讲过 一年的净收入是一亿 这个已经不是我们讲的 所谓的非盈利组织了 盈利组织还会盈利 很多公司都赚不了这么多钱 可是你的钱来自哪里 70%是来自于人民的捐款 现在大家不捐了 大家生气了 我不要讲了 而且那个白立方昨天 他不是制他们内部的公开信 他说什么 他说因为我媒体处理不利 这是什么理由 说我媒体处理不好 造成大家对我们儿福的误会 他处理的好就不用走了 卡开有没有离开 跟我白立方没关系 从我们看到 他完全不提卡开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的道歉 没有任何的责任 甚至我说难听的 连眼泪也没有 你作为一个长期社工的人士 为什么会这么的残忍 而且实在 好像他是很委屈的 我只是因为媒体 我算是非战之罪 我请辞 我是千万个不愿意 然后里面还有人在护航他 我觉得那是一个激烈的权力斗争 我想问瑞雄伟用 因为我们大家看儿福联盟 都我们坦白讲 有捐款的人都会觉得 你一定是很缺 你很缺 那我也不是很有钱人 我可能每个月 勤个一千块两千块捐给你 就会不会太夸张了 我定存就二十亿多 这会不会太离谱 他这个当然都一直在累积 谈到儿童的一个保护的话 这个社会充满着爱心 大家认为说 有些家庭里面这小朋友 都是很不幸的 可能是受虐的 穷不能穷教育 苦不能苦孩子 就讲对了 就是说这个家庭是比较脆弱的 社会善心人士认为说 家庭脆弱 支持政府 人手不够 你看以这次案子来看的话 我凭良心来看在这件事情 曾经人大人哥在立法院里面 我看他那一鞠躬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把事情要给揽上来 可是你就把它想想看 中央政府都这么有诚意 把整个责任要揽上来 我们就必须要去看 整件事情来看的话 你看到这个过程 大家现在看的是 这个欧务联盟 怎么钱就会变成这么多了 你过去来看的话 就变成你的十块 你有六块 你就必须要支出 你知道儿股联盟 其实资金只有多少钱吗 只有一千万 可怕 现在四十五亿 你看到现在 这些都是一般社会大众的善心 大家认为 对这些小朋友 不管他到底有没有受虐 至少他的家庭里面 他需要收到更大的一个支持 大家觉得说 给小朋友一个支持 好 大家就这样一直捐 那出这种事情的时候 但儿股联盟他一定会讲说 我脚趾不高 我分年出来那些 社工那些保姆 也不是故意的 他当然会有他的一个讲法 可是大家在看事后 我都帮他算算 你钱怎么会不够 钱他当然够 对不对 你像比如说 以凯凯来看就好了 凯凯的 凯凯他的姐姐 他凯凯阿嬤在讲的 那个姐姐 那个保姆不错 可是要三万 我继续签那个好吗 他因为经济就不够了嘛 还向外求援嘛 就说可是我经济能力 没办法支撑了 所以到最后他才必须要说 我这个不然凯凯 就不然来给人家出养 看谁要给人家 所以以看来看的话 凯凯的家庭本来就是 真的是非常缺弱一个家庭 需要社会来做一个支撑 那谁第一个该去伸出援手的 你社福机构 各地方政府 还有我们这个整个儿福中心 你有这么多钱 社会的一个善款 你到现在来看 你去看新北刚开始的时候 在讲的都是什么 在讲的都是 赶快把他转介去出养 都在处理这些 这我就觉得很可惜了 都在踢皮球 都是要把他 我讲的比较好听 就是要把他转到 比较好的一个家庭去 结果一转 转到台北市去了 都转到台北市去以后呢 我是觉得这台北市 就没有把这个球接起来 你这个平台在干什么 新北跟台北 你既然 其实新北市 他也有会台北市 人到台北市来以后 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反而到现在 我是觉得台北市 台北市议员在这个地方 就没有去检讨到啦 所以儿福该受到监督 台北市政府呢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夸张 没关系我们持续来 监督儿福联盟 台北市你不监督 我来监督 我们来新台派来 好好的招待招待 儿福联盟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来帮大家解密 这个韩国瑜在上周五 到底为什么急得下班 现在传出来 韩国瑜中午最爱吃的 就是一颗 28块的水煎包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新台派上线 今天的节目没有极限 状况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上周五 这个立院的罗生们 到底为什么韩国瑜一次没收了八位立委的质询呢 这个东西一直没有一个结论 可是今天立法院议事组的调查结果出来 这个调查结果写得非常非常清楚 第四点说得清清楚楚 约11点半到11点50 接获主席台告知 上午最后一位质询委员为师王洪威 然后呢 再次通知下午第一号跟第二号的质询是 罗明才跟洪森汉委员 好第一件事 这是立法院议事组讲的内容 第二件事 你看一下洪森汉委员的脸书 洪森汉委员说什么东西呢 他说呢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被通知到陈廷芬委员改成书面 当日11点半议事处通知我的办公室 刚刚这边有写得很清楚哦 第四处是通知洪森汉是第二位质询的哦 同时他的办公室总执行时间是在三点 请在两点三十五分左右进到议场 但当天韩国医院长在两点三十四分 就已经念过我的名字啊 为什么会在两点三十四分念到他的名字呢 因为罗明才迟到 我们看一下相关报道 明明预计11点才要执询 但就怕又像上周五有突发状况 总执询被没收 陈塑宝一早八点五时就来抢头乡 怕有什么突发的状况 但其他的同仁都很难党 有前车之鉴立委提早来stand by 但上周立委按照一时处通知时间到 却被兰尾算是持刻膜 看看下午院会两点半一到 只有兰绿轮值委员 丑肉华林楚音坐在位置上 还有前党帮直询立委 廖伟祥陈晋宇到场 立委就算接下来的葛如君丑正君 怎么也迟到不在场 不是应该坐在那里等候吗 这就是睁眼说瞎话 我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我要直询我还要先道歉 那未来他是变成韩皇帝 我还要磕头吗 只是这种直询之乱 委员和议事处说法 似乎也都不上 议事处调查报告说明 1点5时通知下午所有委员 陈廷飞改为书面 但洪生汉林楚音等人强调 没收到 他只说了 罗明猜委员可能会质询不到15分钟 但这个通知就没头没尾就这边结束了 现在要任意去抹谁迟到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大的迷屈 最热身上班的坐在台上的是韩国院长 我们请问其他的民进党的立委 你们都去了哪里 南英护航韩院长更紧抓当天 轮值律委没在场提醒大家 洪生汉当场打脸 议事人员不是你妈妈 林警长不要再当巨婴了 所谓的总质询的时候 轮值律委员基本上 就是在立法院院区里面就好 没在会议开始就被批迟斗 如今对比蓝营出席状况 也难怪律委难接受 好了 这个 颐翔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韩国瑜中午去吃水煎包 这是关键中午 韩国瑜的院长水煎包 在我这边28块 这真的很厉害 因为大家都在问 为什么韩国瑜急着要赶快休息 原来他要去吃水煎包 这水煎包的地方很好吃 来 你先把上周五的状况 跟大家讲一下 我吃个水煎包 这是28元 这个院长集的水煎包 但事实上观众朋友 在电视墙前面 也没有像天气预报 为什么要讲天气预报 因为很多人担心 寒流要来了 我刚刚一开始就提到 对抗寒流 其实外套很重要 但是天气的部分 但除了天气的部分 对抗韩国瑜也很重要 关键是什么 水煎包 水煎包 水煎包跟真相 吃了水煎包之后 理清真相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查个话 水煎包很好吃 有到28元好吃吗 难怪韩国瑜喜欢吃 划算 好不好划算 我就说 这个其实一点都不罗生 因为罗生门就是 你解不了的祸 才是罗生门 但这很容易解 因为这个是议事组 对嘛 立法院议事组出的调查报告 而且是公共振政的 所有的时序 所有的日期 所有的时间点都有 那再来我讲第一点 第一点的状况是 到底是不是 陈廷飞的问题吗 现在国民党就紧咬 说是你陈廷飞 临时要改书面咨询 因此大家没有办法去因应 对 那议事组怎么说 他第五点说得很清楚 他说第一个 11点45分 陈廷飞就已经进入了议场 进入了之后 他对调了他的质询顺序 接下来他说 如果要到下午的话 因为韩国瑜说没有办法 他要吃水煎包 他要赶着吃水煎包 他说要到下午吗 冷的不好吃 冷的真的不好吃 水煎包真的要趁热吃 意思是说 谁 你陈廷飞没办法在早上质询 一定要改下午 那你下午的话 就一个关键 你委员没办法到场 他地方有形成 所以他说我改成书面 那这个的问题是什么 你什么时候改成书面 所以国民党在这边抹了第一个黑 抹了第一个黑 王宏威说 陈廷飞从后到底没来 没有 他到了嘛 对不对 医事组的调查报告 陈廷飞委员进入议场 11点45分左右 陈廷飞委员进入议场 陈廷飞有来 而且陈廷飞听到 直径被改成下午 因为韩国瑜要吃水煎包 他也没生气 他又说 那我就改书面就好了 那我跟他报告 他确认之后 是不是12点多 大家就知道 这个的关键是什么 那你作为一个院长 你知不知道这一点 知道 理论上要知道要掌握嘛 对 那你知道这一点之后 怎么没有 一开始就让接下来的委员说 大家做好准备 为什么 有可能提前 整个会往前 对 所以这第一点 陈廷飞委员 我们现在破迷了 对 第二点 下午 第二点是下午 到底执询的顺序是什么 这就关键了 他的报告写得清清楚 下午一二位执询是 罗明才跟洪森汉 那今天我觉得洪森汉就讲得很清楚 第一个 议事组跟他通知什么呢 通知说 今天他是要在两点多 两点多 总资讯时间是三点 这是他被通知的 请在两点三十五分左右 进入议场准备 结果当天是什么呢 当天还没进议场 韩国务院长在两点三十四分 就已经练过他的名字了 我们特别把它截出来 这是我们有调出来的画面 两点三十四分 韩国务院在上面就 洪森汉一次 洪森两次 洪森三次 洪森下课 那你说 议事组说了两点三十五分 到就好了 那两点四十五分就没他的份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第一个我们要强调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你可以看到 他还说当日一点五十分 议事组第二次打到我包装室 但整个电话没头没尾的说 罗明才委员可能执询不到十五分钟 但重点是什么呢 罗明才根本迟到没有办法执行 对 所以因此十五分钟也没有了嘛 其实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我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两点三十四分 十七秒 韩国瑜宣布洪森汉不在 可是洪森汉是在两点三十五分到异常 韩国瑜其实在等四十三秒 洪森汉就到了 再等四十三秒 洪森汉只要到洪森汉就执行 水煎包会冷 水煎包会冷是不是 洪森汉执行就执行十五分钟 后面全部赶得及了嘛 结果现在网军策议区出身洪森汉是怎样 正好我们退一千万步来说 国民党都对了 国民党完全没错 民进党错是没有排排坐在议会等这个时间嘛 那早上九点宣布开会的时候 当场都是国民党的委员要执行 等一下 最近非常多的人在抨击民进党 你们在搞什么啊 民子民高啦 立法委员不是演艺人员啦 立法委员要随时待命的啦 你们下面那个国会议场空荡荡的能看吗 我跟你讲最近太多了 还有巨婴哦 不要忘记 国民党说你巨婴啊 对啊 今天早上九点 今天早上九点画面来给大家看 空荡荡嘛 九点是谁 来 不要啦 葛如君 尴尬啦 叶宫言之 张家俊 尴尬 郑正前 廖伟祥 邱正军 林倩奇 林毅君 都不在 按照国民党的逻辑 全部都犯规 全部都没有咨询权 对不对 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说为什么过去 好 提到第三个罗事 为什么过去都没问题 韩国瑜当院长就有问题 大家真的要仔细思考这个问题 王静明当院长有没有出生这种问题 没有嘛 输家权有没有 没有 游戏困有没有 没有 就是你韩国瑜跟水煎包最厉害 对 那我最后 你要隆重介绍这个水煎包吗 对不起喔 因为其实这水煎包搞不好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好吃 因为我刚才即便 你看我表演这么尽力 大家帮大家解说的这么尽力 李真浩也没分给我吃 我跟大家报告 我跟大家报告 不是我小七 我这个人最大方 请客我不会手软 我们今天特别八百里加急 请人去买这个水煎包 到了现场跟老板再度拜托啦 求你啦 不好意思给我们五颗 没有啦 五颗 浩哥我最后会做一个结论 结论是什么啦 我们一开始在节目的时候提到 现在韩国瑜的民调多高 对 52% 很多人对他的院长表现很满意 对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他的院长的执掌是什么 确保议事程序能顺利进行嘛 对 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嘛 是 你有没有做到 你没有嘛 对不对 你导致现在争议发生 而且是不必要的争议 我也稍微去报一下 因为事实上是这样 当天为什么陈寗飞有说 韩国瑜有可能要去见外宾 对 因为我后来有去了解 确实江启臣 是江启臣见 是副院长的身份 有去见美国四位智库学者 智库学者 那韩国瑜在吃水煎包 所以我的意思 会不会韩国瑜本来要去打个招呼 因为陈寗飞去了解这件事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见外宾 也是你副院长在见嘛 对 你院长也没有出席啊 他有吃水煎包 所以我就好奇说 52% 疫情刚刚开始 意识规定 意识程序也主持得不张 外宾也不去见 到底52%是来自哪 但我知道了 为什么 国民党现在就是要神话韩国瑜 韩国瑜都是没有错 韩国瑜最厉害 你看 他让民进党 十个委员 没有办法咨询 这是他的功能 所以我就说了 这种闹剧 我很遗憾的说 这种闹剧可能会继续下去 我现在有问叶元智 叶公元智 两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个 王宏卫要跟陈廷飞道歉 对不对 你王宏卫自己说 你没看到陈廷飞 可是他的调查报告 我知道你一定没准备这题 我就先问你这题 OK OK 他的调查报告就说 有啊 11点45分 陈廷飞有来啊 对不对 这是 约11点40分左右 陈廷飞委员进入议场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你们说洪森汉没赶到嘛 对不对 你们应该在那边stand by啊 可是问题是 你们今天早上 质询的表定是葛卢军 叶元智 张嘉静888一大堆 如果葛卢军迟到 你不是也没办法质询 所以我确定他没迟到啊 你又知道 那不同档 当然啊 我们打电话确认过 他会不会问好问满啊 好 那洪森汉什么迟后知道罗明才 洪森汉怎么认识罗明才 1点50分才跟他讲说 罗明才可能迟询不到15分钟 这是他的事啊 我跟你讲是这样子 好 你来分析看看 第一个 大家也不要黑韩国瑜 黑得太夸张 什么 什么水煎包 关于水煎包什么事 那一天早上 其实本来就已经确定 王宏会最后一个 因为大家时间算一算 王宏会直询完是12点07分 那中午本来 水煎包12点05就到 中午本来就是休息 不是 你今天韩国瑜吃大肠 包小肠也好啦 吃什么都OK啦 都鸡排都无所谓啦 他到12点07分 就是要休息了嘛 就是要休息 不是韩国要休息 陈建人也要休息 一分钟都不能多等 部长们也要休息嘛 今天陈廷飞次 其实他也是换顺序 本来也不是他 他是呼的很临时 可是真陈廷飞没关 因为陈廷飞就想算了 他没有argue这件事 所以这个 我的意思是说 这跟什么韩国瑜 什么吃水煎包 根本无关了好不好 有关于我介绍美食 然后硬要去扯说 陈廷飞硬要扯说 什么韩国瑜被打脸了 人家讲说 你是要接见外宾 所以你才没开会 根本就不是你是江启臣 你被打脸你说谎 关这个都没有相关好不好 这都没有相关 是你们国民 把人家扯到说 是因为陈廷飞 所以第一个 谁肩包不是主角 有没有接见外宾 也不是重点 然后陈廷飞不是重点 我们后卫 有没有看到他 也不是重点 关键是在于说 你说早上 为什么没出现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因为我本来 我们就已经确定了 第一个 我那天 我九点 我人是在中心大楼 我在开协调会 因为我们板桥清洁 那你不是跟 好生意不一样 我这不一样 我他讲不一样 地方在哪 我早上是因为 我们板桥清洁队 要被水利署赶走了 我们板桥热 没人处理 我很紧急的 开协调会 但是我同时 一直请助理 去紧盯一场状况 而且我们全部确认过 今天早上要质询的人 他会不会问好问满 他会不会改书面 他会不会有状况 如果一旦查到有状况 我就马上去 马上就会到现场去 而且葛如君质询的时候 我人已经在了 所以洪生汉 真的不要怪别人 他真的太夸张了 他哪里夸张 因为第一个 按照 就算他做表定 议事人员通知他 是说两点半开始开会 第一个是罗明财 罗明财赶不回来 他其实有跟韓国瑜讲说 可不可以等他 对啊 那为什么韓国瑜不等罗明财 他叫韓国瑜 韓国瑜怕说一等等下去 不知道等到天荒地老去了 可是他是早 整个议程是早 他其实不会等 因为整个议程都还是早 因为没有陈廷飞 有等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我们是两点半要开会 那时候第一个是罗明财 罗明财就知道赶不回来 可不可以等他 然后韓国瑜一开始他都等三分钟 三分钟可能是个口头残 那韓国瑜等了三分钟 他又没出现了 他又说再五分钟 所以好 那这我一句话讲坏 所以韓国瑜想说 会不会等下去之后 他不出现 对不对 所以到时候 民庆党要骂韓国瑜说 为了等罗明财一直不开会 所以韓国瑜只好开会了 等了几分钟 三分钟 刚刚讲三分钟 没有等三分钟 等三分钟 那再多等个洪生还一分钟 他就是怕一直等下去 那我问你 我们历心一件事 对 后来讲回来讲洪生还 是不是罗明财迟到 他迟到 他迟到 那敌心第二件事 为什么等罗明财三分钟 不愿意等洪生还四十三秒 因为没有这样子等的 因为他一旦就是喊下去 就是接续着下去的 他没有说怎么 喊一个等一下 喊一个等一下 他不是喊一个等一下 他总共等二十四分钟 他就是因为是一个顺序 所以喊这不在 继续就喊下去 他不是说 饭视频不在 好那我们等个两分钟 没有这样子的嘛 那洪生还本来是按照规定是说 就算表定 假设罗明财没有迟到 他也是两点四十五要到 结果他就是 老一点到也不愿意 他哪两点四十五要到 因为第一个是罗明财 罗明财十五分钟 他是三点直询 立马院不是这样 你问那个委员 他这个顺序 他这个顺序 他不是跟你讲说你几点直询 义士处通知我的办公室 总直询时间是三点 那是陈廷飞还没改书面 请在 中午的时候 两点三十五分左右到 没有没有没有 中午的时候因为陈廷飞改书面 直询 所以他们义士处已经全部通知一遍了 就说因为陈廷飞改书面直询 所以第一个是罗明财 第二个就是洪森 第二个 义士处 自始至终 我都没有被通知 陈廷飞委员改书面 问题是人家就说有通知 而且他就通知 而且他后来又重新发一个文 他说他有被通知 洪森案问题很大 而且为什么 你们民党立委都没人在现场盯场 你们也没人 我们只要确定 我们执行的到就好了 我就是有执行到啦 你们也没人 我就是有执行到啦 通飙仔 对不对 我就是有执行到啦 时间到好不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环去讨论 欢迎回来新台派上线 今晚的节目没有极限 进入节目讨论之前 先来介绍新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财经专家谢陈彦 陈彦你好 陈博客好 上一段节目 其实我们有特别聊到什么 聊到到底立法院上周五韩国瑜急着去吃水煎泡 不是啊 急着不让大家只群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 讨论的真理是越变越明 对不对 我们确定有几个事情 第一个 王洪威应该道歉 为什么 那陈廷飞有去啊 调查报道写得很清楚啊 11点45分 陈廷飞就去 这是我们确定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民进党没有人迟到 谁迟到 罗明才迟到 因为第一个质询下午的是罗明才 第二个才是洪生汉 所以呢 第二个我们确认的事情是罗明才迟到 第三件事情 我们确认的事情是什么呢 刚刚从夜工原资委员里面讲出来的话 当时韩国瑜有等罗明才三分钟 可是却连洪生汉 43秒都不等他 洪生汉 2点35分到 可是韩国瑜 2点34分17秒 宣布洪生汉GG未到 所以这三件事情是我们刚刚讨论中确定的事情 瑞雄委员继续补充 国民党其实在从昨天开始一直在呛民进党就说 哎呦你看啊 你们自己要咨询的人自己不在现场啊 那个不是理由啦 你看国民党在咨询的时候 今天早上求点 国民党的委员也不会在现场 原资刚刚讲的话 有一点倒是对 你爱去哪里是你的事 你在咨询的时间 那一刹那 你出现确实就可以 但重点就是说 洪生汉他被告知是在2点35分 对 意识人员告诉他 你要你就必须要 大家必须要确认一点 就是说 意识人员是谁的意识人员 立法案的意识人员 对 院长 你也要想着说 哎呦 我的年轻人才敢说 2点35分要来咨询 最久等到2点35 你把人当到2点35 你怎么2点34 17秒就给人家砍救掉了 所以啊 同样一套意识规则 从过去运用到现在 过去的院长有没有发生 这种状况 当然都有啊 可是就 大家会认为说 先休息一下 连周恩来秘书长 你看嘛 大家新闻也披露了嘛 建议他说 先休息一下 对 因为我们的立法案 意识人员是通知 通知其他委员 你是几点到 如果说 今天7个委员在这里 等一下 咨询的 第一个是我上场 第二个 等一下 创下 创下 你不来 你自己不来 人家管你 意识人员也没有 也没有通知你几点来 接下去 哎呦 于北辰也没来 全部都没来 那当然就练过去啦 不是你这样搞法 一定后面吻死了嘛 我第一个想法 一招有个人出包就出包 比如说好 就算葛龙军没出包 业恩之出包 业恩之比如说 然后去执行人员 走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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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过后面 张家俊 政政权全部都挂嘛 所以说嘛 立法院院长 其实 其实不是在黑你韩国瑜 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你知道吗 哇 你跟程建仁那么好 怎么对他那么好 其他全部都不能问程建仁 爽死了 我第一个想法 真的是 韩国瑜是绿营侧义 说奇怪的 韩国瑜怎么跟程建仁那么好 怎么可以对他那么温柔 都可以不用让人家去执行他 那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 院长 你要按照意思规则 你这样硬讲也没错 可是你怎么去解释 你的意思人员 通常人家固定时间来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也不要忘记了 所有的院长都让人家感觉 有一种四个字叫 调和顶耐 你要让意思很顺畅 你搞这个 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韩国瑜的动机 他会不会搞不清楚 什么叫调和顶耐 他以为是调和 把他搞混 你把其他没有咨询到的人 全部都得罪到了 大家看到你 院长 来 我说李政浩 院长 明天我看到你 李政浩 李政浩 被叫院长跟叫李政浩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所以 搞不懂韩国瑜为什么这样 所以下次你主持的时候 韩文明次 三次我没回应就跳下一个 没有 我告诉大家 韩国瑜是故意的 耍官 李威 我跟他讲 他立威 为什么 他的对象不是针对立法委员 也不是对蓝绿白各党 是对义士人员 我跟你讲 他是对义士人员 韩国瑜 刚刚接院长 他接院长四十多天 他有没有讲一句话 台湾的民主太伟大了 其实他本来不是想讲太伟大 太胡搞了 瞎闹 为什么你知道 谁在瞎闹 他觉得义士人员 并没有办法完全接受他的指挥 他第一次要做政党协商的时候 其实很多义士人员是很有意见的 对 马上过年搞什么 包吟长不要搞他们了 不要搞这个不符 这个不符 那个不符规定 韩国瑜一肚子火你知道吗 可是没办法 菜嘛 身上的菜味那么重 怎么办 我忍 你让我忍四十天 别人要四个月 我韩国瑜天生我才 四十天我就搞懂 所以他四天 他要让所有的立法员 哎呀你看看 这些义士人员 日久生晚 这些义士人员 我告诉你吃了哑巴亏 为什么你知道 花瓶茶杯擦得干净 没有奖励 打破了要赔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 你们怎么不通知议员呢 不通知立委呢 你怎么不通知 你怎么不协调 处分有道理 管你多老 管你有多进入状况 我韩国瑜就给你记丑衣 看你以后敢不敢不听我的 这也是有可能 因为毕竟韩国瑜才刚刚对的 总务组开刀 哎呦搞不好对义士处开刀吗 没关系我们继续观察下去 可是有一个人 最近的行为太奇怪 我们都知道 最近啊 白沙豚妈正在绕镜 白沙豚妈 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灵验的 信徒也非常非常多 可是过去 柯文哲都会 干嘛 哎呦 安前马后 有没有 这是2023年柯文哲的样子 白沙豚妈祖回软的时候 哇 你看 多前程可有趣的事情是 柯文哲现在大妹哦 有巴西立委哦 立法院关键少数了 白沙豚妈今天柯文哲就不理他 我们看一下相关报道 所到之处人气不错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今年在白沙豚妈祖绕镜前参乡 但不打算全程走完 柯文哲脸书解释 因为选后有太多事情要忙 党务重整是当务之急 绕镜明年再说 但相较于去年 九天全程走完 更在民众之声YT直播 观看人数天天都破万 甚至还成为竞选歌主题 成功创造话题 但这回参乡完就闪人 哪里有声量他就往哪边撑 为了跟妈祖出循 跟台北市政府请假 柯文哲也没工作啦 他就是一个光棍党主席啊 他反而不走 名讲台北市员简舒培 开呛柯文哲小聪明 2019年还是台北市长的他 曾向议会请假 就是为了参与大假妈祖绕境 对比如今差很大 前幕僚柯元更爆料 当年柯文哲硬是要排开市政行程 坚持参加绕境 硬是要把他 因为他中间要回去 两天所谓的议会被许嘛 所以他硬是把那个时间 缩短的情况下 他必须要走得非常快 没有必要一直做这种 就是自虐性的政治表演 参与得多说作秀 参与得少说眉心 那我想相关的这个词语啊 痛哲得咒啊 没有必要特别的来回应 但有虔诚的心意 这才是最重要的 选前柯文哲坚持与神同行 选后变成党务先行 柯文哲判算逆游引发话题 方老师 柯文哲的前后表现 差异太大了吧 过去他有多认真 2023年时候 还扛着妈祖回软 对不对 然后又陪着拜拜 又骑脚踏车 什么一大堆什么都有 没事干 就今年呢 我很忙 选完了很多选务作业 都要呈现了 所以我只能干嘛 起嫁的时候去拜个拜 照张相 可问题是 方老师 去年的时候在选举 选举应该更忙吧 为什么柯文哲 现在不去白沙屯吗了呢 因为柯文哲是一个 流量的鲨鱼 闻到血腥味就往哪里走 是 他去年觉得 这个白沙屯 这么多人来参加 对不对 粉红法拉利 美体的报道 他九天八夜 粉红超跑 对 粉红超跑 他九天八夜 他都参加嘛 那说什么 今年不参加 你说党务 最近有什么党务 他们现在 哪有在推动什么事情 就在立法院而已嘛 对 我觉得就是他觉得 他这是去 感觉不对了 就民众对他的态度不一样 而且我们知道 去参加这个活动 大概年轻人比较少 因为大家要上学嘛 上课嘛 他不是 柯文哲 他是说到 柯粉 他的小草 是年轻人为主 他觉得他到这个地方来讲 好像一年不如一年了 受不到大家的欢喜 他又没有动力 就完全不参加了 所以我就看出来 柯文哲 他目前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永远都是 跟那些小草在一起 大家相濡以沫 大家同温层的效果 没有办法能够外散 没有办法能够外扩 我觉得他目前 最大的问题 那之前大家讲说 他有没有可能去收割 这个黄复兴 看来收割也没成功 黄复兴虽然这个 我觉得这点 我对朱立伦 我觉得这点 我给他按赞 他敢把黄复兴的招牌 给砸了 所以国民党现在这些人 敢造反吗 不敢造反吗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 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些人也没跑 当然很多人说 我们要参加新党 我们要参加民众党 也没有走掉 所以我觉得 朱立伦这次 可以说是打了一个胜仗 而柯文哲 目前看来是 每况愈下 不过我要讲的是 刚刚讲的韩国瑜 他现在在 把这个 国会议员污名化 那为什么 韩国瑜 有这个把握 因为我们的民调 事实上对国会议员 都是负面观感比较高 2017年10月的 台湾民意基金会 台湾人最不信赖的职业 是哪一种 是立委第一名 占了65% 所以他觉得 他再怎么羞辱立委 反正大家都占他那边 对 他觉得这是 有名气 特别是蓝营 你看这两天蓝营的 一些媒体就讲说 民进党的立委 就是傲慢 迟到大王 三吹四寝 不守时间 韩国瑜完全是按照意思 我觉得他在营造这个氛围 而且这个对蓝营的资者来讲 他们觉得 看着韩国瑜 觉得韩国瑜敢对 而且这次你说那个 当然罗明才没有咨询到 可是大部分是民进党的立委 所以他们觉得说 韩国瑜打得好 让这些民进党立委 被打了一巴掌 所以我觉得真的 把韩国瑜给神格化了 就是上礼拜 上礼拜五的事情 那你看上礼拜五 早上的时候 柯文哲本来很高兴 我跟蔡英文见面了 结果新闻的散位期限 还不到两个小时 就完全被韩国瑜给取代 所以韩国瑜现在 俨然是国民党里面的 明日之心 而且是流浪王 而且他把整个国民党 现在感觉就是 仇恨民进党 仇恨立委的这种情绪 给撩拨起来了 所以他一步一步要把 整个的立法院 变成韩国瑜化 我输了算 我这次来这个起手势 就是立军威 未来就是为我独尊 整个的立法院 就是韩国瑜的独立王国 好 院主我想继续问你 因为到底柯文 柯文哲你观察他 他最近是不是 真的有声量危机 然后有声量危机 他为什么现在觉得说 去绕境是浪费时间 他去年其实绕境 是绕得还不错的 代表说他去绕境 大家觉得看腻了 就是说每一次 都做同样的事情 可是这不是为了前程吗 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信妈祖 你就会真的 就没有什么忙不忙 或者说我就要忙 我尽量去走 对不对 可是对他来说 好像我信妈祖这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 完全的功利主义 大家看我有兴趣 我就去 看我没兴趣 我就不去 这样会不会太现实 对 而且参加这种活动 都是一开始会被关注 大家会讲说 柯文哲有去白沙屯活动 大家就开始讨论讨论讨论 但是他继续走的时候 慢慢他的被关注度 就会下降 因为大家就是他有去 除非说他走在路上 又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或干嘛 人家才会继续报道 所以他不想走了 不想走 觉得声量达到了 就想要换下一个动作 就是他就是不断的追求声量 像他最近大家一直在讲说 他跟蔡英文见面 我也是觉得就是在追求声量 因为他讲话前文不对后语 因为他一方面讲说 蔡英文是为了要推动四项改革 所以找他合作 对不对 但他另外一方面 因为小草才骂他 他要跟小草发一封公开信说 没有我还是很讨厌蔡英文 因为他双标 他对媒体控制 如何如何如何 那我就问一件事情 那你在跟蔡英文见面的时候 你有没有跟他讲说 蔡英文你双标 有没有 没有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你 为什么背后捅到 你在讲什么 讲几点的 你应该是说 要碰到蔡英文的时候 把握机会直接骂他 对 可是他绝对没做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有做的话 他公开信一定会写 他一定会写说 我当面看到蔡英文痛斥他 怎么对媒体装标 他没写表示他没做 他没做 那你后来发公开信 骂人家是骂什么 见面的时候不讲 就像你这好我遇到你 我每次都看到你头发 看不下去 我才看不下去你的头发 我一直是说 我见到你都不讲 然后每次我背后 一直发公开信骂你 你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心神错乱 所以我认为客观者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其实也是为了声量 不是为了什么理念 然后他带了一个小草 给蔡英文是怎样 你要蔡英文帮你灌溉 然后以后让你民众党 被蔡英文拿去用 做的动作都很奇怪 那再来就是 昨天不是那个318的 学运十周年吗 然后客观者没去 然后他就骂说 你们这些人已经背离了 318学运的精神 为什么呢 因为318的结论是要 是要通过两岸监督 什么条例嘛 对不对 然后说你们都没做 好可恶 然后民众长说他来做 我来讲一件事情好不好 这个是已经十年的 柯文哲是318学运养大的 算是养大的嘛 他跟华国昌都是嘛 不然的话 他们一个也不会当市长 一个也不会当立委 也不会有今天的他们 声量 十年了 你为这个事情做了什么 对不对 你民众党 之前也有国会 民众党不是 上个会期有 对啊 你过去上一期也有 有五个人 有党团可以提案吧 那你们有没有提案 然后柯文哲 你有没有用台北市长的高度 说两岸监督条例一定要过 我们要双层论坛 有双层论坛 我们要两岸一加七 对 如果说你认为这个重要的话 你在双层论坛的时候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去之前说 我虽然去了 可是我要通过两岸监督条例 对不对 你们也可以监督我 他有没有讲任何一句话 或者是做任何一个动作 没有 结果你现在 人家问你为什么不去318 你说因为他已经背离318精神 没有通过两岸监督条例 这个那你是 你柯文哲这十年是空白吗 是 是消失的记忆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很多是 因为柯文哲 他不是新的政治人物 他是旧的 所以很多事情 人家还是会检验他 我觉得他 讲话还是要顺一下 不然很容易前言不对后语 好 我觉得状况是这样 刚叶人只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说 对于柯文哲来说 他有一个非常非常令人 觉得很夸张事情是 你之前妈祖对你有用的时候 你就去绕境 你现在觉得流量下降 你就不要去找妈祖 你太功利主 还有一个 318学运对你来说 对柯文哲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黄国昌来说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昨天318学运 十周年在立法院 办了一个晚会 可柯文哲跟黄国昌 都没有去被骂惨 我们看一下 太阳化运动的第一个诉求是什么 退回服贸协议 绝对不是什么 只反黑箱不反服贸 大家还记得吧 退回服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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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明连禁告各党立委 监督条例不可放水服贸协议 我这个禁告的对象 就是包括黄国昌 黄国昌被退谁一张 太功勢了 黄国昌当时代力量 黄国昌在立法院的时候 时代力量的版本 没有把我们的过渡条款放进去 太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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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而言 太阳化从来 就不是几个媒体创造的明星 咆哮的战神 和密室政客的私有财产 太阳化不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 太阳化是数以万计 无名自发参与者 共同创造的公民运动 另外当年得利于太阳化 而崛起的部分 第三势力 如今堕落成机会主义的本土云粹 这些人其实资质极其愚昧平庸 我跟你说这人很本事 头脑不好 什么这些智商义务器 很本事 头脑真爱很平庸 很愚昧 但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很棒 傲慢自大的这群小丑政客 他们为了选票 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 那个咆哮的人 他们全身只有一个东西 叫EGO 因为是笨吗 还是因为又坏又笨 因此不惜背叛运动理想 这个运动理想不是一个人的理想 是全体台湾人的共同理想 你没有资格背叛 你也没有资格收割 丁晓哥 骂人人家都会 每一个人都会骂人 可是有读书的人骂人 那个力道是真的大 昨天太阳化学院十周年 他们在立法院前面办了一个 类似于纪念的晚会 十周年纪念晚会 结果没想到他们最气的人 不是国民党 他们最气的是黄国昌 最气的是柯文哲 气到什么程度 刚刚吴瑞人 台识所的研究员 刚刚骂人 我们都已经讲了 还有赖宗强 骂黄国昌人 我们也都讲了 最让我觉得夸张的事情是 他们在那边 弄了一个墙 让大家把对于台湾未来的愿景 写在断带上面 然后把它绑上去 黄丝带 黄丝带上面绑上去 结果里面全部 我不要讲全部 一半以上都在骂黄国昌 最好像是有人写这个东西 黄国昌 你是火车吗 我第一个看到 我还不知道黄国昌是火车是什么梗 结果他说 因为你 欠嗆 都在骂黄国昌 其实这个318是当天的时候 他们早上的时候 就围在那边抗议 抗议张青忠强过福报协定 对不对 抗议一直到晚上九点 没人理 所以他们才冲进立法院 现在他们都回到了当时九点之前的一个心情 什么心情呢 叫苍苍不应 叫苛苛不灵 所以他们非常的愤怒 所以黄国昌你牵呛 你是火车吗 你是火车吗 黄国昌没变 是我们爱错了 以后这比较文雅 以后叶仁智乱拗的时候 我就说叶仁智你是火车吗 牵呛 然后他们黄国昌和他的假法 对不对 一样的 黄国昌下地狱 这个好笑 黄国昌和他的假法一样歪 黄国昌没变 是我们爱错了 然后呢 谢谢站出来的人 没有你黄国昌 不然他们都黄国昌 现在到那现场的话 那场面整个都失控了 这个更好笑 来我们带大一点 他把黄国昌画的条鱼 这条鱼叫做蓝昌 因为现在就靠过去 这里面呢 其实吴瑞仁讲的最中肯 吴瑞仁不是太阳花 吴瑞仁是我的启蒙者 你的偶像 启蒙者是什么 他当年的时候是第一个 党外在戒严时代 取得台大大代联会主席的人 然后我1972年终于考上大学 然后看到第一个 跟大学有关的新闻 就是在戒严时代 吴瑞仁其实大家就会忘了 教育部前面 抗议 意乐取向 教育方针把学生都变笨了 我那时候才说 难怪我英文只有18分 是教育的错 16分 所以其实他今天来讲话 他是站在的是 当年的野火自由自爱 比野百合更早 然后这里面就来对比一个 像我认识的不管是吴瑞仁 或者是将来的 后来的自由自爱 这些人 这些人他们一辈子 都觉得我参与过 一个改变台湾光荣的一个运动 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他们是领导者 没有一个人到了现在为止 不会跟我津津乐道 当初他们做了什么 拼了什么 还有哪些人拼了什么 哪些人没有被公平对待 只有黄国昌 柯文 你们收割了一切 结果你们今天忘记了 对 所以无论人来骂他 只有你讲的读书人 骂的就是不一样 是 可是黄国昌在干什么呢 对 状况是这样 昨天一路全部的人都在干嘛 斜寻黄国昌嘛 对不对 为什么斜寻黄国昌 黄国昌 你如果你有你的理念 对不对 你认为变得不是我 是太阳花变得什么 你来现场嘛 你不是战神吗 你战神来现场嘛 跟那些你过去崇拜你的人 来讲清楚啊 你黄国昌不是就在辩论 你就跟那些学生辩论啊 你跟无论人辩论啊 你跟赖宗强辩论说 我黄国昌没有错啊 就现在传出来 黄国昌仍有在现场 他就在立法院 他在他的研究室这边 开直播啊 然后他应该要站出来想说 太离谱了 我正要告诉你们怎么回事 你们不用这样讲我 但是他说 太离谱了 我正在开直播你们不要吵我 是 因为大家都在斜寻黄国昌 对 突然看到他的研究室 灯火通明 是 还正在开直播 然后看了他的Facebook 他的直播片 他在开直播 就在研究室 就是不敢坐地铁下楼 这个手势很不雅 我们把它码起来了 对啊 因为代表愤怒嘛 生气嘛 太离谱了 你连这样的胆都没有了 对 一个战神就是 虽千万人 无枉矣嘛 对 结果他没有 他收割 然后后面呢 他要证明他很关心 很多时事嘛 因为呢 新政治的标准 不是你讲的什么理念啊 背叛啊 新政治的标准叫做 船过水无痕 是 所以他和柯文哲 船过水无痕啊 但是他还要证明说 他还在工作 对 他很努力工作 他就谈了一个是 交保的条约的 对 莫名其妙的法律进展 台湾人为诈骗天皇 你在谈这个人家在问你 318你怎么回事嘛 你的意思是 你再怎么不敢面对318 你好歹在脸书上写一篇 对啊 你要怎么写是你家 好歹写一篇 我们制作团队翻完 黄国昌昨天发尾 一篇在骂 莫名其妙的法律见解 台湾沦为诈骗天皇 一篇骂体育署包庇协会 一篇骂蔡英文承诺跳票 是不是事实 我们先不谈 他不敢 黄国昌连写一篇 318学运的回顾文 他都不敢 我也特别去看了他的脸书 不过我发现 也许有一件事情 可以理解他一下 因为上了年纪以后 对于更久的事情 记忆比较好 更近的事情就忘记了 所以你看 蔡英文这篇 她记得2008年11月23号 当时蔡英文讲了什么 可她忘了 忘了2014年 3月18号 她做了什么 她讲了什么 所以黄国昌就告诉你 新政治的标准就是船过水无痕 是我想问一下专热熊委员 热熊委员 太阳化的时候你也在现场 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台北市议员嘛 所以我们到现场去都当 有很多同学在那边 security guide 我那个时候是党部要求我们 每一位台北市议员 要就近来保护 对 那些年轻朋友 是 所以说你也在现场 在现场 可是你也那时候 有跟黄国昌有互动吧 都认识啦 他也有认识 对不对 都认识 可是问题是 他那时候会理你这个小思议员吗 小咖 对不对 但我的意思是 观众朋友你也看 现在黄国昌 这是我觉得昨天最荒谬的荧幕 黄国昌仍旧在他 研究室上面开直播 为什么知道他开直播 因为他的频道有播出来 然后研究室是这样 那个背景就是他研究室嘛 下面他不敢出来面对 所以现在哭手涂出来 我等一下问一下 专门委员委员 对黄国昌的感觉 黄国昌 国昌老师 出来面对 太阳化 背叛出城 国昌老师啊 十周年 赶快出来 出来面对 黄国昌开门了 草屁啊 我现在是 白国昌啦 来 热小 黄国昌 他到 现场的朋友 在呼唤他的时候 他似乎好像 今天有受访 是讲说 打什么球 这个两岸监督条例 民进党处理到什么地步啦 一直在谴责 反过头来谴责民进党 其实我倒会认为 黄国昌跟 时代力量也好 跟太阳花也好 这个叫做分道扬镳啦 分道扬镳 你当初 把你当神的人 当初那么支持你的人 他们当然会认为说 你背弃了我们 你是因为这个运动里面 大家把你被捧红了 黄国昌不认为啊 黄国昌认为说 我哪是你什么太阳花 把我捧红的 太阳花我是重要的中间分子啊 我在立法院里面 这么高的声量是 我动不动会讲 太离谱啦 你们会吗 所以我会啊 我倒会觉得啦 我对黄国昌 因为他本来 他的立场本来 我倒认为他是轻律 本土 那后来 他创一个时代力量以后呢 我到他在时代力量里面 我说实在话 我对他是觉得说 蛮有gots的 我当初还这样认为 当初还这样认为 可是后来这个路线 我就真的看不懂啊 有起到民众党去 我就真的看不懂 黄国昌没变 是我们爱错 是你爱错 看起来就是说 我倒觉得一个政治人物里面 你说会跟谁结合在一起的人 最后会走在一起的人 可能他们理念比较相近 那你现在这理念相近 他跟柯文哲在一起 那现在看起来是 我们自己看错 我会觉得政治上 我就尊重他 状况是什么 状况是黄国昌昨天被呛歪 对不对 那黄国昌现在哲修部是什么 他哲修部就说 他跟柯文哲的哲修部是一样 他说 拍谁我们当时没有反服貌 我们反的是黑箱 对不对 这是他们现在哲修部 包含黄国昌跟柯文哲都这样讲 比如说 去年选举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写很清楚 2023年6月21 那时候新闻 网友寻反服貌的柯文哲 民众党说 柯文哲不是反服貌 是反黑箱 陈志涵跟徐甫都有出来说 徐甫指出 柯文哲一直都是反黑箱 不是反服貌 陈志涵也说 柯文哲不是反服貌 是反黑箱 黄国昌夏跟柯文哲论调都这样 可我特别找出当年的照片 当年太阳花照片 我一个一个给大家看 第一个 柯文哲 柯文哲 请问你身上穿的是什么 你不会是文盲吧 台湾不服貌 对 对不对 你写的不是反黑箱吧 你写的是台湾不要服貌嘛 请问 这些都是参加太阳花旋运的人 对不对 请问他头上绑的是什么 退回服貌 他们反是服貌 比如说 这是太阳花现场吧 上面写的是什么 反服貌 反渔民 全部都是反服貌嘛 这个东西不是双标吗 十年前我那时候 我还在教书啦 头发比现在多很多了 多一些些 然后那时候我去看学生 因为学生在里面参与 我还带了很多日本学者去参观 是 那个时候的口号是什么 退回服貌 拒绝黑箱 这是连在一起的嘛 对 你今天你看文哲 把子把只愿意承认是拒绝黑箱 我跟你讲 这是逻辑游戏 对啊 它是退回服貌 and拒绝黑箱 它变all 对 这是上连 退回服貌或拒绝黑箱 有这种事吗 这是上连跟下连 对 拒绝黑箱是为什么 因为我里面在讨论服貌 对 这两个是 金跟骨头连在一起的 互为表里 对 你现在要把骨跟金 给它分开来 然后说我只有骨头没有金 对 什么可能这样子呢 所以我觉得 那就是这个 用这个逻辑在那边诡辩 我必须要讲啦 昨天皇国昌 他可能不敢下 他可能想说 以为这个活动 他等活动结束 他可能才敢下楼 我都如果碰到那些 那些当初的支持者 因为臭骂他嘛 你看主约大家都喊道赞 对皇国昌上批评 我不跟你讲这十年来 吴锐仁没变 赖宗强没变 林非凡没变 吴锐仁是四十年没变 对 他一直没变 他可能看着董事的时候 就这样 对啊 皇国昌短短十年 整个人都庸俗化 对 政治化了 十年前那个慷慨激昂在 我跟你讲 他其实他就是太阳花的金孙 对 不回过吧 对 因为这场太阳花运动 把它捧红了嘛 对 组成时代力量嘛 柯文哲也受益于太阳花 对 2014年太阳花 柯文哲选台北市长 搞不好当选嘛 对 你们两个人都受益于太阳花 今天翻脸不认人 只是为了可能要去对岸 可能要双城论坛 你们就不敢再去套渠道 那个福茂的问题了 甚至还要帮福茂保驾护航 对 我觉得今天黄国昌 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你让这些十年前跟着你 你是个亲人导师 你是个道德的长城 你是个正义的化身 结果你今天竟然不敢重新回到 同样在太阳花的现场 对 我不需要讲你今天你有底气 你就来变嘛 你就跟无论人变嘛 你们误会我的嘛 他在上面开直播 听说没讲两句就说 老师说的对不对 同学老师说的对不对 对 躲在研究室里面 等着活动结束才敢离开 对不对 你有胆子 你就下来嘛 跟他们 你口才不是很好 你不是美国的法学博士 你怕什么呢 对 所以就看出他现在变得非常内心 他反而是没有自信 然后呢 我觉得跟过去他的那个形象 是判若两人 这样的一个庸俗化的黄国昌 我觉得他已经没有理想性了 他没有未来性 他还想选新北市长 我觉得是痴人做梦 他真想选 他真想选 今天黄国昌干了一件大事 侯友宜 超大的大事 你看昨天 他在跟福茂隔楼相望 不敢下来 他今天勇闯蓝营 进入侯友宜 29行政区座谈 人家说你怎么来了 没有啊 我昨天已经先跟侯市长说过 他说可以来不分颜色 他居然去了 人家访问他说 他说侯市长是一个好市长 非常体系明星 老婆带我的表情 我就会去得到 他所有的 你这个318你不敢去 然后去冲侯友宜的场是怎样 因为他要选新北市长 这一些太阳花的伙伴 没有办法支持他 更上一层楼 可是侯友宜 现在侯友宜说 都可以 只要不罢免我 都来吧 黄国昌我呸已经不够 我想问 李翔 黄国昌今天被爆料 他的岳父 对不对 有家建设公司 这家建设公司 一屋两脉 一屋两脉 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他是民事纠纷都OK 可是关键是什么 这个人跑去跟黄国昌成型 黄国昌说 很冷漠 我觉得我先讲一下 黄国昌这个部分 因为大家会觉得很讽刺 318当天 他反对的是什么 警察暴力 他反对的是服贸 他反对的是 跟中国这样子 进一步的一个贸易合作 结果今天换过头来 十年过了 他没有任何这一立场是坚守的 包括刚刚提到侯友宜 我想到当时不是说 记不记得当时服贸 当下私下去跟 总统府副民事长 萧续成见面 是 说是反对警察暴力 结果奇怪 对哦 他是最反对警察暴力的 现在去见警察的头子 没有吧 好了 那是题外话 因为我最近真的在翻 因为我想说318 我当时也参与 是 所以我去翻了当时学院的照片 我本来要po自己照片出来 后来觉得说体重差太多了 怕给这个观众 怕大家认为说不是同一个人 但另外我还去翻什么呢 我去翻黄国昌当年 他的领书发文 我跟你说 我们刚刚提到所有的 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跟大家念一段好不好 他2014年4月8号讲了 他说学运彻底打破 国共两党 对台湾未来的设定进程 大家听完之后 会不会觉得超级讽刺 现在他配合是什么 不是就是国民党吗 国民党跟谁最好 跟共产党不是很好吗 那你说当时 你是彻底打破 结果你现在是彻底的成全 所以这第一部分 在他说 他说让美国 日本 中国 必须重新评估 台湾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 台湾独立的地位 将更加的巩固 台湾独立的地位 将更加的巩固 这是黄国昌讲 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真的是一变再变 对 十年前的立场跟今天 焕然不同 再讲一次 这个纸条我可以用一百次 黄国昌没变 是我们爱过 好了 那讲一下他这个岳父这一块 岳父这不是第一次有争议了 对 包括曾经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政治人物 就有爆料过公仔的事情 应该不会是讲谁 当然是就讲李正浩 就等你这句话 李正浩在2023年11月的时候 不是当年就已经讲说 上去年大选了 他的岳父叫什么 他岳父叫高熙智 对 就曾经是做这个公仔的使用 再来 当时还没有通过这个香味制造 海卖 但当时还没有通过香味制造 就先动工了嘛 对 当时都是你爆料的 对 那今天靖周刊还有爆料嘛 靖周刊说什么 他岳父有一位 有一个建设公司啦 叫这个恒河建设啦 对 二卖嘛 那我要讲一件事情 说实在 这是一个民事纠纷 对 而且说实在 这个是 这个黄国昌 不是他本人嘛 对 对不对 是他的岳父 但是我觉得 这一再一再的事件 会显示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双标 这个人跑去跟黄国昌 陈起黄国昌很冷淡 对 这就是我要提的 就是说 这个人后来就找黄国昌 说我当时 这是关键来的 我当时是 时代力量的金主 对 时代力量的金主 他主要支持者 当时时代力量主席是谁 黄国昌 黄国昌嘛 就说我当时是怎么帮助你的 我就说 真的是很不巧 这个建设公司 就是卖给时代力量进去 对 他说我当时怎么帮助你 你可可以帮我解决这件事情 是 至少去跟你的岳父沟通一下 对 让这件事情可以平时进去 对 就他说不行 不管我的事情 你去找其他人吧 所以我就说 十年前跟十年后 真的是有点双标标准 就是说你关心房屋正义 我觉得没关系 但你身边的人 亲朋好友 家人 是不是应该去约束 是不是应该大家去沟通一下 黄国昌平常一点点小事情 就太离谱了 原本是这样 然后遇到你家人 就说 这不关我事 这是民事纠纷 离我远一点 这个太双标 可没关系 我们讲完国内政治后 跟大家聊什么事 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新闻 就是NVIDIA 睽違五年 终于开了实体的产品大会 这他上一次开是2019年 这一次在盛和熙 开了实体的产品大会 大家都很期待 NVIDIA会推出什么样的产品 我们3D电视台 有特别派人到现场去裁判 给大家看一下相关的画面 常常排队人龙 看不到镜头 回答GTC大会 睽違五年实体登场 现场人潮 堪比泰勒斯演唱会 距离黄仁轩的主题演讲 还有超过三个小时的时间 来自全球的媒体 分析师以及供应链的伙伴 早已在场外排队准备进场安检 警犬金属探测器 光安检就等了超过30分钟 全都为了一赌两兆难 回答执行长黄仁轩的主题演讲 欢迎来到GTC 我希望你们知道 这是不是一个节奏 你们在开场上 开场不改幽默性格 强调是专业的开发者大会 AI新品联发 尤其GPU从显卡到伺服器的运算 只有回答能超越回答 打破外接预期 名称不是B100 而是Blackwell平台 代号B200 采用台积电4nm制程 配备了2080亿个电晶体 性能跟H100相比快上2.5倍 堪称是世界上最强晶片 以往回答GPU蓝图两年一根心 如今搭上火箭 突飞猛镜 更加码亮相机器人大军 机器人动作流畅 让人以为知识3D动画 但确实就在眼前 在生成式AI作用下 与人互动不成问题 整场GTC就以AI为主题 除了发表最新的AI晶片之外 也揭示生成式AI更多的应用 从车用 半导体制程 造机器人大军等等 未来商机渴望再放大 传统我们都知道 未来就是AI的时代 AI最核心的驱动器就是GPU GPU全世界最重要的厂牌 就是灰达就是NVIDIA 灰达今年的产品大会 大家都关注 可不可以五年终于开实体了 而且黄仁勋从来都不会让人家失望 就你说 你看来今天产品大会 有两个超级大量的 一个新的B200晶片出来 这个晶片大家没看过 做那么小一块晶片 里面有2080亿个电晶体 第二个机器人大军都出来了 黄火舱忘了 台湾的国际战略价值 但是另外一个姓黄的 永远知道 他就叫黄仁勋 因为他推出了这个 跟未来最有关的晶片 关键在台积电客制化 没有台积电 他的这个未来也无法达行 这就是台湾的战略价值 他公布了这两个晶片 这个是新的B200 B200它的晶片强在哪里呢 它光一个晶片里面 2080亿个电晶体 这个就是他公布B200的画面 我们画面左边那个是新的晶片 右边是旧的晶片 左边那个旧的晶片看起来也没大多少 可是现在有两亿多个电晶体在里面 2080亿个 你知道这个是数字 什么数字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的大脑里面 只有1000亿个脑细胞 比我们的大脑细胞还多两倍 我们的银河系 恒星 只有2000亿个 它的就是一个晶片 如果你又想 他把整个银河系塞到一个晶片里面了 那种概念嘛 对太阳啊 然后再过来 这个晶片里面 它整个连起来的话 对不对 同时扩展可以10兆个参数 这10兆个参数 这什么数字啊 这什么数字就是 2000亿个太阳之后 对 加上像我们九大行星 所有行星 加上所有卫星 加起来 10兆 是 一片晶片把你给handle住了 对 这个才就是强 而更强的是什么 它特别取了名字叫做 布莱克维尔 BREAKWELL 这个状况在哪里 叫做开创新时代 因为这个是一个黑人的统计学数学家 好 如果这是个黑人统计数学家 表示里面有更多故事 我们进一段广告 然后回来继续来聊 黄仁勋带来的什么新东西给大家 刚刚川大哥你有提到 这个比200级维尔是真的超乎我的想象 这么小的一个级维尔 它不会比我的手掌大多少 里面有2080亿个电晶体 谁做的 台积电的四奈米 可是你说 这连命名都是学问 这个BREAKWELL 是个非常知名的数学家 因为我们知道说 现在这些晶片或什么 统计学最重要 对 它是一个黑人的统计学 数学的宗师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我们知道1968年 金恩博士 还在这对抗美国的种族歧视 我有个梦 这个人厉害到 1965年 我出生的那一年 60年前 他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 第一个黑人院士 我头皮发麻 那时候美国还是有非常多种族歧视 你黑人不要说去上学 你黑人连公车都有不同的公车 你上厕所都有不同的厕所 他在那个时代可以优秀到 已经变美国国家院的院士 第一个黑人院士 所以黄仁勋取这个名字 他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打破一个新的框架 所以你看 他这G200的强在哪里 第一个 他有两颗这种晶片 两颗这种晶片 他可以把两颗G200的晶片 放进去对不对 然后再过来72个 CPU 就是运算 放在同章里面 要做什么 AI的一个新型的状况 这就是先进封装打群架的概念 对什么状况 新的机器人 而且这机器人 不再是电脑工程师 在后面写一堆程式 他会跟我们的小孩子一样 等一下 你不要骗我 他们在现场除了公布GPU之外 他还公布了机器人大军 而且这个机器人大军厉害到 他只要眼睛看到了耳朵听到 他都会自己学习 他会跟我们的小孩子的学习过程一样 将来谁是跟这个机器人共同成长 他学习得比你快 这个画面就是机器人大军 华人群像阅兵一样 把所有的机器人都在他后面 将来的机器人全部都在后面 对 他现在demo了这两个是实体 而且你看这机器人走出来的时候 很可爱 因为他跟迪士尼合作对不对 他们的旁边机器人大军还跟他敬礼 那个马上看到他们就有个感应了对不对 然后主要是你要看那两个小的 已经做出来的 他们知道现场的动作 然后当场学习非常cue 好像我们在跟那个小宝宝一起玩对不对 刚学路的小宝宝 然后黄仁兴开始跟他们招手 对 他们也会过来 对 然后还会抬头看着黄仁兴 黄仁兴直接跟他们对话 对 他们听得懂 叫他过来就过来 他们听得懂 而且头还会摇头白尾 对 听到黄仁兴讲了什么 他们可以完全的理解 对 这个差别在哪里 过去的时候我们讲AI对不对 大数据学习 大量的视觉辨识 大量的语音辨识 这个已经开始 迪本能领导到 他们自己听你的语言 他可以看得出来 对人类的动作 他可以理解 然后他可以自己在这过程中 不需要你后面还有很多的工程师 像你的演算法 来帮他做 你是说过去我们机器人在学习的时候 你是人类要给他参数 对 人类告诉他学什么 像以前这个AlphaGo 是人类叫他学围棋 他就去学围棋 可是现在这个机器人是怎样 他会听 他会看 他就把你待在旁边 如果待在这个创歌旁边 他就变理工男 他如果待在我旁边 他也变成一个帅哥 他如果待在一个龙蛇混蛋旁边 这机器人就会讲脏话 变小混混小太保 如果他待在黄伯昌身边 就会太离谱了 但是他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黄林鑫为什么要做这个 因为他在一个月前 他讲了一件事情 他预计 未来的AI会突破到什么程度 AI其实人型不人型 最重要的是 AI的智能到什么程度 他说现在的话 AI可以通过很多 我们人类的专业考试 律师 会计师 都可以 但是 医学的不行 超级的工程师 系统工程的还不行 但是他说他可以做到 现在就是告诉你 这个晶片 这种机器人的学习方法 他以后每个机器人都有个性的 看跟谁在一起 像跟你李正浩在一起 出淤泥而不然 在机器人是不存在的 他在淤泥里面一定会被污染 他会常常去看低谍 是 这真的太夸张了 真的太夸张 为什么呢 这是机器人学习大跃进 推出深层式人工智慧的 人型机器人 它的特色是什么 让机器人通过语言学习 过往经验 这都是过去就有的 但是可以观察人类动作 等人类演示进一步强化能力 他是停看听 他是可以知道 旁边周遭是什么 我自己就会学 就像是个人类一样 可是我想问陈彦哥 这里面有一件事 4nm制程是用台积电的 对不对 你说不止台积电 它里面至少有11个供应商 都跟台湾有关系 甚至未来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冷却 因为它太大了 两个GPU加72个CPU 那个太大 那个冷却的厂商 也是台湾厂商 对我现在是比较担心以后 我们在公园看到一堆机器人 把我们推去赛太炎以后 机器人就聚集在那边聊天 这个场景会太离谱 对 怎么办 对怎么办 我不晓得 然后他也偷捏你 你不听话的机器人偷捏你 当然我们先从台积电来看 是 因为说真的 其实黄仁勋也有讲 如果没有台积电 其实不会有这个晶片 对 你刚才讲到的这个4nm 这个其实GB200跟H100 B100 都是透过4nm 对 但我觉得未来 甚至有可能到时候这个B200 直接进到2nm 再升级到2nm 为什么 因为以B200来讲 它的效能 其实已经比H100多了30倍 H100是上一代 对 多了30倍 对 那照道理你的这个消耗 你刚才在讲 我在运算的过程中 我需要这个 耗能 耗能嘛 对 热一定会大幅度的升 对 对不对 可是它是降成1.25分之1 哈 它的效能是30倍 对啊 耗能只有1.25分之1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背后最大的工程是谁 就是台积电 4nm越来越多 真的非常厉害 所以你看台积电的股价 就知道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怎么会长成这样 道理还能不能买 而且我跟大家讲 一个最简单的 因为现在整个B200 就我们讲BlackWay 这个整个平台出来之后 所有的科技大厂 我们讲亚马逊啊 微软这些都要用 包括Meta 那未来的市场还有多大 所以我稍微推估一下 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办法细算 但是我跟各位讲 未来几年台积电1000块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真的假的 到时候你会讲 太离谱了 怎么可以涨到1000块 这么多 当然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讲 大家都在讲伺服器 伺服器 因为你这些晶片 就是要装在AI伺服器里 对 好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AI伺服器包括 跟AI伺服器有关 你看像技嘉也好 或者是像这个 音叶达也好 其实这些股票 在2023年以前 表现的都不怎么样 可是你说我们的技术 厉不厉害 我们的载版也好 我们的散热也好 你能被NVIDIA看档 一定不会差吗 一定好 所以整个股价的一个飙升 所以你说这几年 我们在整个科技领域的一个发展 是不是很强 所以你看这几天 我们在讲水冷 先讲气冷 气冷很没什么 就是一个风扇在呼呼 吹嘛一直吹嘛 我自己拿一个电风扇 也可以散热嘛 但是接下来你到水冷 水冷不是说 我把水倒到电脑里面 那是高红还用咖啡 是不是 接下来我们讲的叫 更强大的是什么 叫艺人 就他把整个系统 真的放在整个水里面 它的设计是这样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你怎么去做到 可是我们台湾 不管你讲双红也好 七红也好 他们就是做到了 所以为什么可以让它的效能 大幅度提升30倍 可是为什么你的耗能 只剩下25分之一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 我们只有台积电 其实不是 是台积电整带动起来的 整个伺服器 整个代工产业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一个 刘安伟应该蛮高兴的 因为他真的硬起来了 不得了 你看他整个骨架 这个阿托伯 应该不用再做福利女生 不要再吃保健食 你说鸿海骨架终于坚挺起来了 这个不得了 这个你讲可能适合一点 你看这个骨架 这个睽違的 实际上我仔细算 12到13年 细算它是创了12 13年 新高 我们配型先不讲 单纯讲骨架 其实很不容易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挥达跟这个苹果 苹果在跟鸿海 跟什么有关 还是跟AI 跟伺服器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整个产业的发展 我觉得不可同日而语 然后过去 一直被限制在中国大陆 连纸箱 印个这个 Made in Taiwan 不是都被刀的吗 合作 你看今天股价涨停板 为什么 这睽違很久 对 睽違很久 为什么 想通了吗 对不对 想通了吗 是不是 他也开始切往什么 伺服器这一块 这个本来就他的强项 其实你会发现 只要好好的跟 挥达合作 现在 好好的跟挥达合作 而且他是台南英娜 大家不要忘了 对 他最喜欢吃的都是我们的 这个 台南小吃 台南小吃 因为我跟他很熟啊 你跟他很熟是不是 他去过 你认识他 但他不认识你而已 他去过的夜市 我都去过 对不对 他的足迹 我都有follow 对不对 这怎么能说不熟呢 是不是 他那皮衣我也有 他那皮衣我也有 对 所以我觉得产业的发展 你不尴尬 尴尬就是我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向来看 实际上台厂未来的发展 随着整个AI产业的一个进展 我觉得还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 对 我觉得现在变成是这样 得AI者得天下 得台积电者得天下 得NVIDIA得天下 得台湾者得天下 对不对 我们现在请余将军来到这边 当得台湾者得天下 那是我们台湾人自己的东西 怎么就是 现在变成中国人得台湾 就笑想自己得天下 现在中国在排他们半导体的排名 中国第一名半导体公式叫做台积电 你也甘拜托一下 所以现在我们要想要 我们要好好保卫自己 是 那怎么保卫自己 我看到一个新闻 我吓死了 现在就去探寻 因为赖青的520要就职 探寻新总统的所谓的议院 报告总统 我们现在还坤靠 对不对 我们后面还有七艘 请问要先盖几艘 赖青的说 先盖七艘 少啰嗦 少跟你吹牛 立马月要打架 打一次就好 我也是报七艘的预算 打一次就好 赖青的厉害 你说现在不管是台湾 不管是中国 不管是南韩 不管是日本 不管是美国 已经进入了大潜见的时代 我说以前 我们看到美国的电影 叫好莱坞电影 好莱坞电影 是创造未来科技的地方 现在美国已经 不是在搞好莱坞电影 在搞迪士尼乐园 那叫什么 那叫做实现梦想的地方 这个整个印太战略 大家看像什么 没有在玩海面上的东西 全部都在水面下的 因为为什么讲到迪士尼 迪士尼有一首歌 小美人鱼的主题曲 叫Under the Sea 全部都在海面下 全部Under the Sea 你不要跟我讲海面上怎么样 要讲空中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跟你玩海面下的东西 海面上分成深海 全海分成第一岛链 跟第二岛链 第一岛链是谁 日本 南韩 台湾 加上菲律宾 都有新的财电潜见 大家看这是什么 这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我们的假想敌 也是整个印太战略 在为谁 就为他 所以他以前说 我要搞核潜见 我要搞大潜见 大的航母 现在他也开始做 财电潜见 所以中国说有个 神秘的原籍潜见 它是柴油的财电潜见 传统动力潜见 这一次大家看到了 说我告诉你 它有多威影 你知道吗 它的外形 跟一般的潜见不一样 它的AIP技术就是 崛气进气技术 到达全球领先的水准 它的最大航数22节 它的航潜排水量3600吨 然后它的浅身可以浅到300米 厉不厉害 来看看它的外形长什么样 这头上太多东西了 跟我们的很好不太一样 对啊 还有 里里辣来一大堆 震动力都很大 还有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不是我看到的 对 是中国的小粉红看到的 说什么 它说好威哦 威到都是实质型的舵 对啊 我们都是X型 对 你怎么还是实质型 你的科技高到还维持实质型的温度 我看这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当时我们都讲 我们把所有泥蜡 全部整合在雷达造成 全部在里面 全部在里面 而这上面多就是美 多就是墙 你上面才一个 我好多根啊 越多根越容易被 声纳所侦测到 但是实际上我们讲自己 我们海昆号147艘 南韩日本美国都有新潜见下来了 因为南韩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在做海昆号的时候 说韩国给了我们好多技术支持 韩国给了我们好多的帮助 所以韩国做出的潜见 应该不会太差 应该是啊 对啊 那所以说日本讲啊 没有海昆号原则上比日本的 这个所谓大荆棘要来的好 那大荆棘原则上 南韩是希望能够超越大荆棘 表示还没有超越 所以看来海昆号的潜见 是集南韩集日本 还有美国英国大家协助之大臣 2500吨 它比较大 日本的大晋级也超过3000吨 对 所以说为什么顿数不同 不同的海域要有不同顿数的潜见 对 不同的海域要有不同声纳的范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南韩它现在最新出来叫做 岛山安昌浩集的潜见 比原来的扎宝高潜见还要再新 对 对 为什么 需求 那么整个日本它们的潜见 从10艘12艘20艘32艘 越来越多 最后我讲到美国 美国的核动力潜见 我告诉你 你看潜见是攻击 还是一般潜射型的 有两个看法 它的反照 它的反照是水滴形的 是破水 第二个呢 它有垂直发射什么 不是发射一般的飞弹 对 极硬素飞弹 美国要装备极硬素飞弹 在潜见里面了 潜见里面 发射出极硬素飞弹 进入低轨卫星之后 垂直攻击 所以说隐匿快速 而且呢 你拦不住 是